我这个车遇到大问题了 就这个燃油堂 那个手机解锁不好使 但是他说今天APP升级 然后机械钥匙 就我的钥匙解锁也不好使 然后机械钥匙也不好使 听懂吗 谁懂啊 就这么多年 我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什么车评人呢 技术工啊 修车的工程师 谁能说一说这是什么情况啊 看看什么情况 首先那个 手机一般我都用手机 手机解锁不好使 他说今天APP升级 那行 结果这个钥匙也不好使 车钥匙也不好使 看到 车钥匙也不好使 那啥都不好使 车钥匙不好使 车钥匙后面不有个机械钥匙吗 机械钥匙也不好使 你说这厉害不 啥都不好使 是什么情况呢 什么情况 啥都不好使 这谁懂 那现在就是谁懂这个情况 就是什么都不好使 一般的话 这个车钥匙应该好使 物理钥匙应该好使 物理钥匙都不好使 机械钥匙应该好使 也不好使 那我怀疑是不是 有人在后台给我车 给我整锁了呢 或者是他APP升级 给我干没电了电瓶 那电瓶不对 那机械门应该打开 对不对 也不好使 也不可能呢 既然是黑粉 那个大曲芊木的光 它还有这些技术手段 这个我不相信 但是到底为什么 啥都不好使 看到给你们演示一下 看到 首先钥匙 钥匙没有问题 看到 正常按这个应该叫 钥匙是有电的 正常按开锁吧 是不是开锁 看到 正常按开锁 它就应该开 没有 不开 或者是你长按这个 长按这个启动 它也不启动 看到没 它也不好使 按啥都不好使 你看后备箱 后备箱 按两下 后备箱 后备箱 按两下开 也不行 就啥啥都不行 有没有可能是 后台升级 没有电了呢 这就不知道了 具体怎么回事 老铁 有智慧的 这个老铁粉丝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